2018年女排式锦赛第一阶段,小组赛争夺全部结束,16支晋级到第二阶段的球队也全都产生。 在第二阶段比赛中,中国队将先后与泰国、阿赛败将美国和俄罗斯交手,排在小组前三位的球队进入到最终的六强赛。 本次女排式锦赛赛成安排位,第一阶段就是小组赛,前四名的球队晋级到下一轮。 第二阶段,A组和B组出现的八支球队编成一组,B组和C组出现的球队编成F组。 第三阶段,一组和F组前三名晋级到六强赛。 由于小组赛成绩在建复赛,目前F组排名第一到第八的队伍,分别是意大利、美国、中国、俄罗斯、泰国、土耳其、阿赛半疆、保加利亚。 在小组赛中,中国队取得了四胜一副,排在小组第二的位置,目前处于F组第三名的位置。 中国队想要晋级到六强赛,唯一要做的就是战胜每一个对手,这样才能将主动权握在自己的手中。 中国女排首战将在10月7日将迎战的泰国女排。 接下来10月8日,直播迎战二赛半疆,10月9日休战,10月10日将与强敌美国展开较量,10月11日与俄罗斯迎来最后一战。 在此前的小组赛中,央视CCTV5全都进行了直播,可在第二阶段中的首战却并没有直播。 明天中国女排与泰国的比赛安排在晚上18比20进行,可在CCTV5最新的直播单中,并没有出现这场比赛的直播。 可以看到19点,将直播体育新闻,随后直播2018年,中国网球公开赛南单决赛,这个选择很不合理,中国女排在国内明显更受欢迎,而网球子并没有太多人关注。 2018中国网球公开赛,今晚,将决出两位紧急的决赛的球员,两场半决赛对战分别位,德尔波特罗对战弗格尼尼,埃德蒙德对战巴斯拉斯维利。 说实话,本人在网球方面仅仅听过说纳达尔,埃德了,德约科为奇,而这次人名气肯定是不行的。 希望明天可以看到安视CCTV5更改直播单的消息,否则就有点说不过去了。